妈 我先坐下 我跟你说啊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就是 林泽峰他妈现在癌症 在医院 他弟弟呢又被车撞了 撞车的人还跑了 现在急等着钱用 那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林泽峰现在不是没有钱吗 那我就想帮帮他怎么了 他没钱就得你出啊 这种事别人躲还躲不及呢 你倒好 还往前凑 我告诉你小心 这钱咱不能出 妈 这都什么时候了 人命关天 你怎么还算计这个呀 这不是我算计啊 我是为你好 林泽峰 他现在这种经济状态 他有能力还吗 他什么时候还啊 还什么呀 我是他女朋友 将来就是一家人 你有什么好还的 谁同意了 我现在将来都不会同意的 小心啊 林泽峰现在这样我就不说了 这又冒出两个病人来 你将来要跟他结婚了 有你罪受的 妈 他们现在都惨成这样了 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啊 我同情他们 谁同情我呀 他们可怜我就不可怜了 小心啊 妈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我保护你怕你受罪受苦 你现在我的话你真的一点不听了 妈 这受苦也是我的事 我不管 反正这个忙我一定要帮 他就是我男朋友 说什么都要帮 谁承认他是你的男朋友了 我不同意 好 就算你不承认 那就算是个普通朋友生病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啊 妈你从小怎么教育我的 你不是说朋友出事了 大家要一起帮助吗 但现在你怎么 你怎么用这个态度呀 你怎么翻里里翻书还快呀 你们俩要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不说 妈妈也出钱帮他了 可是你俩现在是那种 简单的普通朋友关系吗 我告诉你 小欣 只要你管了他们家事这一次 以后他们家有事就找你 你想宅都宅不出来了 你到处哭都没地方哭去 后悔那是我的事 我愿意 这个钱你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我告诉你 这个手术要不及时做上 他妈的癌症扩散了 那你管呀 我就是不给 你怎么不讲道理呀 你给我吧 我不给我 不给 给我 不给 妈 这个忙你不帮是不是 我没你这个妈 你没我这妈 我还没你这个女儿呢 白眼朗 你还没你这个男人呀 应该去 是人啊 我觉得你还没 conos 当你自己是吧 有没有 同我 她 了 我们马上 还没 满开了 その身上 似乎的 人这是了 那是 ion的 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都好几天没睡觉了 睡不着 睡不着也得睡 手术的事情安排得怎么样了 大货天手术 前期的手术费我已经交过了 后面再想办法吧 行呗 你也别太着急了 我这边也帮你想想办法 一定能行的 对不起啊 让你跟我一块儿说委屈 你傻不傻啊 说这个干吗 好了 你拿 你别担心那么多 车到山前必有路 知道吗 早点休息 你也是啊 好吧 晚安 夏淼 车到山前必有路 路在哪儿啊 小心啊 吃早饭了啊 有你最爱吃的馄饨和包子 考验还跟我挨劲呢 爱吃不吃 对对对 证件都是齐全的 而且因为是在小区里 客源还都比较稳定 您现在要是接手了呀 马上就可以营业 地理位置也不错的 嗯 你现在要接手 马上就可以拓展 而且马上都忘记了 其实我也不想卖 可是没办法呀 我 我急需一笔钱 所以只好卖掉了 好啊 好啊 如果您敢进去啊 你过来看一下好了 行 行 再见啊 阿姨 怎么 你这诊所要卖呀 不开了 你说看得好好的 这为什么呀 你说你要是卖了 我这宝贝病了 怎么办呢 阿姨没关系的 我把这个店卖了 可是这店还在的 只不过是换个老板而已 以后小宝贝病了 还能来看病呢 那医生就不是你了 我这宝贝啊 就是你给他打针他不闹 你说你看得好好的 怎么就卖了呢 我这也没办法 邓总 喂 小豆 先生 好 先生 全部都没事 全部都完美 先生 好 相信我 我可以做 谢谢先生 我没打扰你吧 我没打扰你吧 不会呀 瞧您说的 这儿怎么这么大呀 我比较喜欢在宽敞一点的地方办公 你太有出息了 真好呀 阿姨 阿姨来 我给您泡茶喝 来 这是今年明前的茶 阿姨 您尝尝 好 好茶哎 对了 上次你帮忙那个事 我还没好好谢你呢 小事 阿姨千万没放在心上 那不行 让那个小新啊请你吃饭 一定要好好谢谢 真不用 阿姨今天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吧 我是想来找你啊 说小新的事 小新怎么了 这孩子 他把我气死了 他要卖他的诊所 小新要卖诊所 是啊 昨天晚上回来啊 他找卡 我问他 你找什么呀 他说找银行卡 他说是林泽峰他妈妈 胃癌住院了 他弟弟出车祸了 他要出钱给他们治病 小豆你知道 在小新选谁 当他男朋友这件事上 阿姨立场很坚定 我始终觉得 要选就得选你啊 你是多好的孩子 你善良 你有失业心 你正直 我觉得 你最合适我们家小新 他说他要把卡给林泽峰 我肯定不同意 我告诉他了 这钱我绝对不会给他的 我原来以为啊 这卡不给他 这事就过了 我就没想到 他要把他诊所给卖了 我了解小新 他决定了的事情 是一定会做到的 小豆 你不是外人 有的话吧 我也不能老憋在心里 我也得说说 小新这孩子啊 他真的太倔了 我的话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你说 我是他妈 我说的都是为他好啊 可是这孩子 他真的不让我生气 他竟做那些惹我生气的事 阿姨啊 阿姨你也别太生气了 小新 可能还是 有他自己的道理了吧 小豆啊 你是个好孩子 你说小新她做了那么多 对不起你的事 可是你还能站在她的立场上 为她考虑 你说小新这孩子 你说她看上这个林泽峰什么了 望着你这么好的孩子她不要 她傻 这样阿姨 我去跟小新聊一聊 真的 那太好了 你帮我劝劝她啊 好 我来想想办法 看看怎么能够帮到小新 那我就放心了 真的 谢谢 阿姨 您放心吧 好 钥匙在哪儿 给我打电话 给我打电话 哎 敢挂我电话 秦秘密 秦秘密 现在知道不爽了吗 知道被别人挂电话不爽了吗 你让我不爽 我也让你不爽一样 现在知道痛苦了吗 知道不不不不不 不被接电话什么感觉了吗 现在知道难受了吗 知道难受了吗 知道难受就对了 挂我电话就不对知道吗 你挂我电话挂我电话 挂我电话不对 就让你知道这种感受倒是什么样了 秦秘密你 你现在知道难受了吧 就让你难受 我就让你难受 我就让你难受 我就让你难受秦秘密 我就让你知道我痛苦在哪儿 我就让你难受 秦秘密 跟你说啊 我做了一特牛逼的事 来 走走走我跟你说 快 什么事啊 我把秦秘密电话给他挂了 就这 牛逼吗 苦孩子 好不容易让你爹着甜头 瞧把你乐疯了都 你是不是受压迫太久了 你是真不知道我们这种 忠下贫荣的股东啊 长期受压迫受破坏 那怎么办啊 那这必须得反抗 是不是啊 有志气 不错 对了 有件事就跟你说一下 什么就不清楚 对不起我 怎么了 他问你老公给打了 张海天 为什么呀 我以为他供应酷妈呢 误会的都是误会 我不如故意的 打得好 大快人心 为民除害啊你 我谢谢你 干吗呀 真的真的 这么着 你下回见着他 再帮我揍他二十块钱呢 够意思陈北 走了 太够意思了 好 走 走 相觉怎么都这么狠 wel 好 那 Town ải 野女 有 Want 有点 想让工作使用 说是国色天香 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 可一点都不为过呀 刘总 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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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艾 你看刘总这么夸你 给刘总喝一杯 来 我身体不舒服啊 刘总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不能陪您喝酒了 这样 我以茶代酒您随意 刘总 今儿我祖籍 咱一定得喝高兴 所以我给你准备一件秘密武器 你看刘哥 一定让你喝高兴 秘密武器 好啊 不好意思啊 来 刘总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说的秘密武器 我的好兄弟 林总 林泽峰 林泽峰 刘总 好 林泽峰 这名字听着挺耳熟啊 是不是那个CES 哪壶不开心哪壶 CES 那都是多久之前的事啊 对对对 来 走走走走走 瞧我这记性啊 只不过 你们两个现在 你们时代和CES不是 刘总 这生意归生意 兄弟归兄弟 是吧 人家有困的 我这人呢 你也不是不知道 就是心太人 以前的误会 来 今儿是纯吃饭 顾及那些全芝麻烂骨头的破事 来来来 吃吃吃吃吃 不过现如今呢 生意场上像你这么有情意义的人 不多了 刘总 我这兄弟则风呢 最近生意上遇到点问题 手偷点紧 但是呢又急需要用钱 你看你要不来 帮个忙 赖总 看在我的面子上 你说这利息 放心吧 你都开口了 这面子我能不给吗 好 好商量 来 喝酒 刘老白知道你爱喝酒 我呢 跟我老婆不剩酒量 所以 我今天就把刘峰给约来 陪您喝 喝高兴 在我的地界场 怎么喝都行 一定要高兴 好吗 是吗 来来来 走一个吧 刘总 进刘总一杯 行 进刘 好酒量啊 来 买上 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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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峰 来晚了不得罚三杯啊 对 三杯 对 罚三杯 刘总 先干杯剧了 刘总你喝呀 还有一杯 这才是兄弟嘛 来来来来 刘总刘总 刘峰 别光自己喝 来 给刘老板买上 好 刘总 刘总可高兴啊 高兴 刘总 再敬给一杯 他不能再喝了 这杯酒我陪您喝 袁小姐 这酒可不能剃啊 我喝不是一样吗 你看你 开始的时候我让你陪我喝 你说你不舒服 不能喝 现在你倒替他喝 这算怎么回事啊 小野 你老婆这不是摆明了 不给我面子吗 小野 你坐下 这刘峰找刘总还有事呢 男人的事 你别加三个 刘总 先干杯戒了 对不起 训练 训练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干吗呀 别管我 别管我 你赶紧走吧 你别管我 赶紧走 我送你回家吧 我 我哪儿有家 我哪儿有家呀 我家在哪儿啊 林泽峰 你告诉我你要干吗 你到底要干吗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到底想要什么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为什么要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呢 醉成一塌烂泥 你根本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林泽峰 以前的林泽峰 早就已经死了 你知道你这样我有多难受 我也多心疼吗 为了一个女人 你把自己弄成这样 你知道吗 那个女人真的就那么好吗 谁也不怪 是我自己选的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要去找小野 你明明知道她不肯那么轻易放过你的 为什么还要自己亲自送上门呢 我妈得了癌症 则绣又被车撞了 那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一定会有办法的 你还有我啊 我会帮你的 我钱太多了 我还不起 我还不起 林泽峰 晚安 干吗 摇奥 现在架子越来越大了嘛 我的电话爱理不理的 都敢不接了 不是要还钱吗 赶紧着 我最近挺忙的 我要不说还钱你能出来见我吗 再说了 不还钱就不能找你出来玩 最近怎么花这么多呀 一关二十万 打个成熟房 我还以为你送我的吗 对不起啊 你以为错了 你说 咱俩要是那个时候不分手的话 这些是送我的吧 到底想说什么 咱在一起五年了 我把最好的青春都耗你那儿了 我把最好的青春都耗你那儿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受伤的样子 我跟那男人分手了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想起了你 想起你曾经对我的好 停 那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伤 跟我没关系 爱心还真是不靠谱 当我什么呀 砍子吗 你当初劈腿跟别的男人跑了 这会儿回来要靠着我 我让你靠 我就是大傻子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没忙什么 开了个要上市的抬头厅 找了一个比你强一万倍的女朋友 女朋友啊 挺好的 干嘛的 管得着吗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 说说呗 我帮你参谋参谋 我女朋友我自己心里有数 用不着别人操心 你说 你那抬球星开在哪儿 什么时候带我去转转呗 没档起 咱俩那么久没见面了 要不晚上一起吃饭吧 没空 怎么 怕女朋友查岗啊 没这个必要 要不笑她一块儿吃 就去咱以前经常去的茶餐厅怎么样 你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呀 赶紧给你女朋友打电话呀 我好定位子呢 我告诉你啊 现在不定位子可吃不了饭 你不喜欢 要不咱吃火锅吧 吃火锅也成啊 点够了吗 虚伪 啊 虚伪 陈北 爽 一会儿别再找我 你别过他一会儿 功夫不复有心人哪 这顿饭总算是被我等到了 你看要不要再加点什么菜啊 不用够了 待会儿还有三杯上呢 嗯 哎呀 吃起来 吃起来 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没有 我不饿 小心哪 请别人吃饭的时候出于礼貌 是不是哪怕象征性也要吃上一点啊 来 乖啊 谢谢 我接个电话啊 喂 陈先生 你好 是吗 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那 那您看我今天方不方便去跟你把这个合同签了呀 什么啊 下个礼拜才可以啊 陈 陈先生是这样的 就是我呢 急等着钱用 所以有点着急 行 您看您能不能尽快吧 行行行 那好 我等您电话 谢谢啊 好 谢谢 再见 为什么一定要卖掉自己的诊所呢 我妈给你说的吧 她担心你吗 不用担心 我这么大的人了 我还是有分寸的 我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在妈妈的眼睛里 孩子 永远都是孩子 我知道 小心啊 其实 你要是真的遇上什么困难 你可以来找我的 你妈妈都跟我说了 她的家里最近出了点问题 我知道你需要帮助 你真的不用把诊所卖掉的 真的不用了 其实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 我不想再麻烦你 而且这件事情本来就跟你没关系嘛 再说了 上回我妈脚子管的事 你已经够操心了 真的不用了 你就当是朋友 在朋友危急的时刻伸出援手 就是朋友而已 不用想那么多的 而且 这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多大的数目嘛 你记着 在这个时代上 用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是 行吧 我和大家谢谢你 但这回真不用了 吃饭吧 好 拜拜 记住 实在不行了 有我 好 喂 喂 你在哪儿呢 我 我在医院啊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就是 我弄了钱了 你在哪儿弄的啊 那个 我找朋友借的 对了 这个朋友她说她得晚点才给我 所以看能不能跟医院商量一下 先交一部分 剩下的过两天再给他们补齐 小心啊 你不用为你朋友借钱了 怎么了 因为那个 我 我原来借了朋友一笔钱 然后她今天刚好能还给我了 所以就不用为你朋友借了 万一我们俩还不上 我们就一起跑路呗 开玩笑的 你钱真凑齐了呀 放心吧 我都凑齐了 那行吧 你在医院等着我呗 我回去给你们熬点粥送过去 我已经吃过了 你别来了 你在家好好休息吧 那行吧 晚一点我去医院替你 好 喂 好吧 你去医院了 漆蜂 你好 你去医院了吗 你去医院等一会儿 你去医院吧 我觉得我多了 好 我去医院了 三杯 喝三杯 喝三杯 好 好 我不知道我们俩之间还有什么可聊的 你找我有什么事 余小姐 你不要误会 我今天找你出来 是因为林泽峰的事情 她有什么事 我带你去个地方 来来来 那个 我先生都能回去了 你自己安排吧 咱们电话联系 好好好 林泽峰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干吗 你别下去 她现在肯定不想看到你 你知道吗 为了和你在一起 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CAS倒闭破产了 她变卖了家产 现在无家可归 她决定开不下去 妈妈为爱弟弟车祸 这一切的打击 把一个那么骄傲 那么高高在上的男人 变成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为了给妈妈和弟弟治病 她跑来求小眼 她几乎丁丁合成这样 你知道 罪言对于一个男来说很重要 尤其是像她 可她竟然为了你 放弃了她最宝贵的罪业 余小姐 我不知道 当你看到你心爱的男人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的心里在流血 我真的有的时候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真的有的时候想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 都要她自己一个人来承担 她 她告诉我 她已经解决了我 她已经不是原来的林泽峰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是你把她 是你把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你我都是女人 你应该明白 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和林泽峰从小到大 认识二十多年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 低声下气地去求过别人 也没见过她像今天这么狼狈 这么落魄 甚至 甚至去做一些 她根本不愿意做的事情 好的 我不否认你爱她 我也承认 在我们两个人之间 林泽峰一定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余小姐 之前我对你说过一些狠话 也做过一些伤害你的事情 今天 我郑重其事地向你道歉 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但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 放开林泽峰吧 你知道你们两人在一起 根本就不会幸福的 我也相信 如果你看到你爱的男人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心里一定也不会痛快 如果你希望他过得好 过得幸福 离开他吧 离开他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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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瓶发椒都喷脑袋上了吧 哎呀妈呀 这都能扎死苍蝇 别乱跑 帅 你 你突然倒吃了人模狗样吧 我还真的有点不习惯 是啊 找纵呢 魔镜魔镜 这个世界上最瘦的男人是谁 就是我 你有病吧 你有病 不认得 我这是从初中开始 我就没再见我网友了 这回我真的有点小紧张 不是 我让你对兔妈欲情故纵 你去找什么女网友啊 现在女网友普遍质量都很逼那 她跟兔妈不是一个等级的 你能记得她吗 我能怎么办啊 我身边除了你们几个以外 我就没别的女性朋友了 我这不只能兔妈咋子了 也小心你那个女网友 一过来吓着你见光死 我又不是真谈恋爱 我就想找个女的 气息兔妈 勾起一下她的好胜心把了 我Q号都八百年不上了 这会儿为这事我特意深想一新呢 这我网友叫什么 二傻子 你才叫二傻子呢 不是什么 叫什么 我就想 我的网友必须要有时代感 有文化有底蕴 必须要厚重古朴 必须要有现代和古代那种文化的结合 还要略带一丢丢的忧伤 叫什么 爱心觉罗 爱心觉罗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您的女网友该不会叫耶和那拉 不尽吧 别闹 裸心 你好 请问你找哪位啊 请问那个爱心觉罗贝勒 是不是在这里呀 我就是 请问你是 讨厌啦 你是 是 人家 是雨河啦 你 你 你真 真是雨河 你就是传说中 大明湖畔的夏雨河呀 人家说好 又在这里跟你见面的 你不会忘了吧 我 没 没忘 没忘 我 我试约好了 那个 就是你跟那个 给我发过来的照片 不太一样 是这个样子的啦 那个照片 是在艺术沙龙拍的啦 妆画得有点浓 其实 人家素颜的样子 还是很清纯的啦 你 你是爱心觉罗吗 你 怎么这样子年轻啊 你真的是爱心觉罗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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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爱心觉罗 就当你是啦 那 我们来谈谈 你之前答应过人家的事情啦 我 我答应你什么啦 你 讨厌啊 你之前答应过人家的 你跟人家在网上说 你以前是造型师 帮很多明星都做过造型的 你还说 会给人家设计一个 漂漂美美的造型 你还说 人家的气质 很适合在演艺圈发展啦 自作孽不可活 潜入凶险 凶台 自求多福吧 你们聊 你们聊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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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